大家好,人民日报终生紧接着又发表了新的文章 我觉得非常不一般 美国的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 你看这个连续,人民日报终生连续发表这个文章 有人不理解,其实也好理解 为什么呢?美国复国卿要来华 要在天津跟咱们中国要见面 那什么意思呢?人民日报终生为什么连续发表这个文章 这么理解,我这个频道就给大家把这事简单化 让大家理解,平民老百姓能理解 就是什么?中国官员会跟美方谈的内容 人民日报终生提前就告诉你们大家了,老百姓了 这样你理解了吧?就是咱们这个王毅外长啊 副外长啊,跟美方要谈说的哪些内容 咱们人民日报的终生,现在就全都告诉大家了 你回去看其他前几期终生的文章 我都给大家播报了 那个就是中方要跟美方说的那种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美国要指责中国哪些方面,中国有利的回击啊 那就是什么呢?老百姓要听一听 不是我呢?外交部门单独跟美方说 咱们老百姓全都来评个礼 就这意思 那这次人民日报终生又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美方的一些行为 说是无异于输出病毒 政治操弄难言,美抗疫不利事实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到处伸风点火 不断加大对新冠病毒政治操弄 貌似对疫情溯源十分上心 实则没有做任何对科学溯源 和全球团结抗疫有益的事 然而美国的政府 一些人士在借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时 竟大言不惭地大谈责任和拯救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 和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抗疫的重大战略成果 相比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 最成熟的国家 非但没有在境内控制住疫情 导致迄今本国近3500万人确认新冠 超过61万人失去生命 还造成病毒向境外扩散 成为名副其实的病毒扩散国 这样的美国哪里表现出一点责任心 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生命 这句话你看了印度以后你能理解 那真是烧啊 说烧就烧 美国也是烧 美国人61万 你可以想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资本主义的本质 咱这频道就谈一点本质 什么意思 自私 自私 自私的人一定会面临终极审判 那这个是逃不出的命运啊 唯一能拯救你的什么 你离开自私的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理解啊 那你如果是不想要终身最终有一个终极审判的话 那你就离开这个自私的地方 我也是给大家提个意见 能救你啊 如果你不想终极审判 我是在美国待过 那个地方啊 那个地方你说他没有终极审判 我觉得啊 天理不容啊 一定会有终极审判 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横跳嘛 是吧 奔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养老呗 是吧 我觉得这种人啊 这种人还是比较聪 如果在这个美国啊 在那死磕的人啊 脑子有问题啊 美国国内抗议失败 并且呢 采取实质有效的出境控制措施 加剧了疫情全球扩散 那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发布的数据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 美国公民累计经空港陆地出国啊 2319.5万人次 那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啊 信美国的疫情高峰 日军新增确诊病例是18.6万啊 就在这么高峰情况下 你还是让美国人出国啊 同期美国公民日军出国啊 8.7万人次达到那阶段顶峰 而且呢 美方的不负责人导致多国出现啊 自美输入病例 以色列特拉威夫大学 2020年5月研究结果显示 该国约70%确诊病例 感染病毒毒株来自美国 韩国媒体啊 2月25日报道 该国7000例输入病例中 35%来自美国啊 新伊兰报道说 2020年2月至2021年的1月初 自美国输入病例多达182例 未居第二位 澳大利亚卫生部2020年5月啊 公布 该国6000多例病例啊 14%啊 自美输入 美国无视科学 自行歧视的做法 严重威胁他国民众生命健康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美国啊 在这个病毒这个啊 这个溯源啊 病毒这个啊 包括CNN一直是啊 一直找茬啊 什么意思 就是啊 在这块中国要回击的啊 就是你美国啊 做的本身就有问题 美国不顾 国际社会反对 丝毫不讲 国际道义 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啊 造成拉美国家疫情加剧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 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 边境巡逻部门的这个消息 2020年3月至9月 美国共遣返16万非法移民 美国啊 媒体报道指出 许多中美洲非法移民 在避难所啊 生存条件差 在被遣返前啊 既被隔离 那也未受新冠病毒检测啊 那威地马拉 亚美加啊 墨西哥 海地等国 均报道自美遣返人员中 发现大量的确诊病例 威地马拉卫生部 2020年4月表示呢 50%到75%的中美啊 遣返人员被确诊啊 该国确诊人数 总数19% 其中啊 仅啊 4月13日 一架 载有76名的 自美遣返人员航班中 就71人啊 核酸检测阳性啊 全军覆没 2020年4月8日 美国啊 这一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 这一话是美国纽约时报 说的 咱们人民日报也是 借他的话 讽刺美国当局 那美国驻外人员 他人健康为儿戏 不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造成病毒扩擦 2020年7月初 日本冲绳县知识 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驻日美军基地 数十名士兵确认 但美军拒绝采取隔离措施 大批士兵离开基地 到外表狂欢 2021年5月31日 大量驻韩美军 休假外出在釜山 海云台海滩聚集 且聚不戴口罩 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有美国媒体指出 呼叫大楼 这一做法 简直就是在四处放毒 大量事实表明 美国是全球抗疫竞争中 最大的绊脚士 美方种种不负责任政策 无异于向世界偷毒 一些发荣国家 更是深受其害 如今美方一面将 病毒溯源 这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正着 一面却努力想装出一副 负责任的样 企图通过虚伪的表演 继续蒙骗国际社会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行圣预言 真正的责任感 必须只能体现在行动上 美国自己的最新实时统计 显示 7月23日 美国日增 确诊病例接近12万 我天 现在还12万 美国有些全民 你就这么地吧 还隔离什么劲呢 为5个队来最高 每天12万 这个美国人 真是 真是 陈杨敏 在切实控制住本国疫情 在停止 抗议利己主义 在真正展现透明度 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之前 美国根本就没有资格 摄谈责任和拯救生命 这样的词汇 人民日报作者终生 那就是刚才我讲 咱们在天津建美国富国卫星 所谈内容也就是这些 咱们人民日报终生给大家 给大家把咱们要谈的内容公布 让咱们老百姓也知道 政府在对于美方的反击 有哪些反击行动 相信美国人要做的 也就是在这几个方面 他也就是在这个几方 这是他唯一能拿出的 制造的一些穴道 然后跟中国讨价还价 大家知道美国人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中国买的美债 现在他非常急 中国怎么办呢 我觉得中国只能拖 这个拖子很重要 一旦是什么呢 一旦是美国人 现在是有了自己的危机 之后他的这个价码 自然而然要降 所以你要能拖到什么 拖到他这个病入膏肓 自己根本就无力应对 他只能跪下来求他 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等他三股谋 我建议咱们中国政府 要拖 为什么呢 他真真正正 实在没辙的时候 就无条件跟你谈 别管什么之前那个什么 又去韩国日本又去蒙古 他下一次再跟你谈的时候 他不会做这个这个方面的行动 而是直接就找你谈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美国人就彻底的表明什么 已经弱下来了 已经身体弱下来了 现在你跟他谈啊 他还有一点什么什么台湾啊 日本韩国还找你麻烦 包括现在好像是18女号已经进入南海了 所以你要等他什么彻底的啊 彻底的不顾一切的就找你救急的时候啊 你才会救 但是你说中国救不救啊 我觉得啊 意思意思 就是中国意思意思 买一个球 不行 买一个球不行啊 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就给他救急啊 救急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球也别买啊 什么球都不买啊 但是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日本 看看他的盟友啊 到底出了什么力 所以咱们中国人也不能说 不买他美战 但是呢 咱又表现出什么 表现出很积极的状态 玩一玩美国人 很坏吧 这个就给他一定的希望啊 但是中国人现在实际做的是什么 实际做的是要把美元彻底边缘化 我们的人民币已经完全自由兑换了 上海就可以开始啊 这只是刚开始啊 未来美元怎么办 其实不光美元 欧元也是啊 所以现在等于是逼着美国人是在干什么 在吃他的盟友啊 很有可能逼着美国人啊 不顾一切连人都吃了啊 找欧洲去啊 所以很有可能 咱们就观察 欧美这个关系很有可能变啊 一旦美国人去啊 咬欧洲人啊 大家说欧洲人现在也是快顶不住了啊 他也是欠债很多 所以一旦欧洲顶不住了 咱们就可以发现啊 美国人就真的是进入到这危机啊 尽管现在他能联合欧洲 但是大家知道啊 中国这边如果坚持不会啊 不会动的话 那欧洲那边就倒大了 所以咱们只要观察 美国欧洲之间这个动向啊 咱们就能发现美国人啊 到底身体怎么样啊 目前来看啊 目前来看啊 咱们这次就是拖啊 什么都不要啊 这个许诺给这个美国人啊 所以这次美国这个副国卿 我觉得啊 就是啊 也就是啊 来这儿 就是 等于是表示自己的这个强势啊 但是什么都不会拿到 这边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